今天咱们继续沿着唐波古道去拉萨 今天咱们的目的地是从西宁市出发 去往龙阳峡水库 前两天咱们不是环青海湖转了一圈吗 走到黄元县那条路 这次咱们换条没走过的 导航显示有两条路 咱们走下边这条 这条路最重要的一个路段 就是要翻越拉几山 在这段路旁边不远的地方呢 是黄中区塔尔寺就在这里 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参观一下 赞尹的小黄花 拉几山属日月山之脉 是贵德与黄中的界山 最高峰海拔4524米 我们走的这天 山上一直在下雨 云雾缭绕 这段路是一个20公里左右的长上坡 拉几山崖口海拔3820米 搬过拉几山口后 天气突然变好 拉几山的南坡是水草肥美的高山牧场 沿途还有牧民打着帐篷 售卖酸奶 特产还有小吃 沿着山谷一直往下走 我们又来到了道坦河镇 道坦河镇有一尊文成公主的雕像 文成公主就是在这里走唐博古道进入藏区 这边还有一块唐博古道的纪念石碑 今天也是我们开始走唐博古道西段的第一天 离开道坦河镇 搬过柳梢沟雅口货 我们就来到了一块非常平坦的区域 一时间我以为都来到了大平原 道坦河镇离海南州首府贡河县只有40公里左右 搬过最后一个小坡货 我们就来到了贡河县 在山坡上甚至可以远远的看到龙阳峡水库 景色破位壮观 压制住激动的心情 我们现在先去共和县城里找个超市 买些食材准备今天的晚饭 朋友们我们现在到海南了 但是不是那个海南省 而是青海的海南藏族40州 这个地方叫共和县 没想到气候变化竟如此之距离 在新宁的时候这边还下着雨 然后到了这边天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到这个地方来买点蔬菜 因为我们晚上计划去龙牙峡那边搭帐篷露营 所以说要买点吃的 这个地方真的非常舒服 它这个地方海拔只有2000 20042003这个样子 然后气温很好 然后我们现在去那个生鲜超市买点蔬菜 这个地方叫香巴拉广场 我特别好奇上面有什么东西 在下边看不到 上来看看 哦 这就是一个大的广场 然后前面这个高的建筑是博物馆 中间有个莲花的一个雕塑 可以 我们下去去那个超市买点蔬菜 哇 这个超市真的很难想象 现在在青海 海南中 这么好 哇 这是什么酸奶 论桶卖的 哎呀 这个超市真的不错 摆放的都很好看 这个价格怎么样 看看 上海清1块4毛8 我天哪 而且这些蔬菜都是青海产的 这个菇好好啊 多少钱啊 给大家看看 10块 妈呀 在这京县胖农来的果汁 还有这个小麦啤酒 也是胖农来的 怪不得它这个超市看着这么好 估计和胖农来是有一个深度的合作 在超市采买完食材后 我们就前往龙羊侠水库 这多少头羊啊 500多头头 可不止 不止啊 300头 300 但是这尾巴是小小短短的 哦哦哦 好整齐啊你看 看那只小羊 看那只小羊 从贡河县到龙羊侠水库 大概有25公里左右 因为这个地方海拔较低 气温会高一点 油菜花比青海湖那边开的早一些 这一路遍地都是油菜花 非常的漂亮 就在我们以为马上要到龙羊侠水库了 结果来了个大招 出现了一片奇特的地形地貌 土林 土林也称亚旦侠 是一种独特的流水侵蚀地貌 最有土壮堆积物塑造的 成群的柱状地形 以远望如林而得名 一般形成在盘地 或者河流谷地内 土林的形成啊 最远可追溯到八千万年 到一亿年左右的冰河时期 龙羊侠土林啊 连年50余公里 极近苍凉之内 人在其中啊 仿佛身处在一个蛮荒的远古世界 观赏完土林后 我们继续前行 离龙羊侠水库已经非常近了 龙羊侠是黄河流经青海大草原后 进入黄河峡谷区的第一个峡谷 龙羊是藏语 是险峻沟谷的意思 峡口只有30多米宽 整个峡谷全长33公里 两边是坚硬的花岗岩 高达200米 是建设水电站的绝佳位置 1976年国家决定 兴建龙羊侠水电站 电站建成后 这里成为黄河上游 第一座大型T级电站所在地 龙羊侠水电站 也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霸 龙羊峡谷 也被称为中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晚上我们决定在此露营 这里的自然风光真的是太美了 如果说后边有来龙羊侠露营的朋友 给你们提个信 这边全是傻子 风也比较大 建议找个土质硬一点的地方 要不然帐篷里全是傻子 第二天我们本来计划 从龙羊峡去往马刀县的 这段距离是350公里 但是出现个大问题 大家看到龙羊峡水库的情况了吧 全是沙地 我们出来的时候 摩托车链条掉了 花费了一些时间才把链条上好 然后再收拾完帐篷 已经是中午了 索性更改了计划 先回共和县 洗车 紧链条 换机油 买靶套 再去离共和县 大约70多公里的河卡镇 感谢这个五个修车 装链条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 成功装上了 现在在龙羊峡 风景特别的漂亮 修车成功 三重水不已无路 柳暗化明雨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维修工 带个班子怎么了 收拾完东西 离开龙羊峡水库 我们返回共和县 复离完所有的事情户 就前往河卡镇 河卡镇离共和县 只有70多公里的距离 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一路非常的平坦 是一望无际的高山草场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在这边碰到了 磕长头去拉萨的 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还有就是大片大片的 太阳能电吧 后来搜了一下 中国最大的光伏电站 就在共和县塔拉滩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 河卡镇 河卡镇是个大镇子 商铺林立 周边是一片草原 叫河卡草原 我们决定今晚 在河卡镇休息晚 明天前往黄河园 马多县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